高三那年 青梅爱上了一个体育生 体育生逼她在厕所里抽烟 当着别的女生面抽她耳光 她甘之如鱼 成绩一落千丈 我怕她被渣男毁了前程 一再劝她远离体育生 她却转头跟体育生耳并撕磨 我宁愿被你这个渣男玩烂了 也不愿被那个暖男当保 高考前夜 她放弃跟我同考大学的约定 偷偷跟体育生去了小旅馆 而我摒弃对她的爱 迈向了全国最高的学府 我的青梅似乎恋爱了 她上课走神 嘴角总是藏着笑意 喜欢一只手撑着下巴 另一只手握着饼 笔尖在日记本上沙沙滑过 写下了某人的名字 我看了一眼 她写下的名字是陆峰 很锐利的名字 一如她本人 陆峰是学校里出了名的刺头 她飞扬跋扈 放荡不羁 像一头在篮球场上横冲直撞的野兽 这只野兽在三天前 不小心将篮球砸在了我青梅顾炎的头上 当时我与顾炎路过篮球场 正讨论着一道数学压轴题 篮球毫无征兆地飞到了顾炎头上 顾炎痛叫一声 怒气冲冲蹬过去 便看见小跑过来的陆峰 陆峰一身汗水 顶着微分碎盖的清新发型 俊朗的面容上是毫不在乎的笑 喂 小可爱没事吧 她似乎总喜欢叫女生为小可爱 顾炎愣了愣 盯着陆峰的脸和身段 瞬间仗红了脸 她赶忙埋头要走 陆峰笑的暧昧 跑什么 我又不会吃了你 加个微信 有空一起打球啊 顾炎便停下 手忙脚乱的掏手机 两人就这么加了微信 我站在一旁 沉默得像个可怜的傻子 18年了 顾炎从未在我面前红过脸 哪怕我鼓起勇气跟她告白的时候 她也只是彭夫大笑 我说周一川 你觉得你能嫁于我吗 拜托 我喜欢的是又脾又拽的霸道男生 可不是温柔体贴的暖男哦 是啊 我对她太温柔了 我从小喜欢她 像喜欢家里的猫 总爱轻易地抚摸她的毛发 给她喂最好吃的东西 我觉得 爱人如养花 我希望这朵花 漂漂亮亮无忧无虑地盛开 可是 她没有对我盛开 或许 顾炎爱的就是陆峰那种 锐利霸道的坏男孩吧 而我不坏 我甚至很好 坏男孩很快就约顾炎去打篮球了 一打就是一下午 直到晚自习过半 顾炎才神采奕奕地回到教室 我忍住酸涩告诫她 快高考了 不能耽误学习 哎呀 你好烦啊 这就是我不喜欢你的原因 你没法给到我心跳加速的感觉 懂吗 顾炎一脸不耐烦 我闭了嘴 顾炎静止翻我捉肚 像你买的蛋糕呢 我还没吃晚饭呢 我取出了傍晚专门去东城区买的皮卡丘奶油蛋糕 这是她最爱吃的蛋糕 她只要想吃了 我多忙都会去东城买 哪怕来回需要一个小时 她心安理得地享用着蛋糕 没有多看我一眼 晚自习结束后 她急匆匆走了 我独自回寝室 路上 有个摄友追过来 拍我肩膀 川哥 我刚才看见顾炎去了拆班那边 在门口跟陆峰搂搂抱抱呢 我脚步一顿 虽然早有预料 可没想到他们的关系会进展得如此之快 我点头说知道了 摄友责了一声 顾炎真是不识货 川哥你成绩这么好 长得也帅 竟然会输给一个烂人 他很烂吗 我并不了解陆峰 只是偶然听说过他是学校里的刺头 在我的世界里 只有顾炎和学习 我甚至规划好了我和顾炎的未来 我们一起考上重本 一道竞修学业 考研读博 或者创业 考工 可是 这个未来似乎从来都是我一厢情愿 你不知道陆峰吗 出了名的渣男 从高一到高三 不知道搞了多少女生吗 高二的时候还把一个女生搞怀孕了 她还是个混混 在校外打架斗殴抽烟喝酒 狗看见多绕边走 摄友十分讨厌陆峰 我眉头紧皱 我原以为陆峰只是个成绩差的刺头 没想到竟然如此不堪 我转身去找顾炎 找到顾炎的时候 她正一个人哼着歌 沿着校导轻快地走着 晚风吹动她的发烧 让她看起来青春明媚 如星辰般耀眼 她是我喜欢了十多年的白月光了 我强笑着走上前 顾炎一问 怎么了 还不回宿舍睡觉 顾炎 你了解陆峰吗 她名声可不好 我开门见山 顾炎翻了个白眼 又来 我谈个恋爱你至于吗 我可不亏见你什么 我们只是邻居 又不是未婚夫妻 这句话让我心脏骤然一痛 但我还是劝告她 陆峰很花心 女友换了很多个 她还抽烟喝酒打架 你别 够了 顾炎呵斥了一声 对我怒目而视 你以为我不知道她是什么人吗 我告诉你 就在刚才 她把我拉进南侧 逼我抽烟 我被呛得流眼泪 她却哈哈大笑 你以为我会难受吗 不 我很享受 我还张开嘴 让她把烟气涂在我嘴里 顾炎露出了一丝羞涩 我原以为会很恶心的 没想到竟然那么愉悦 我也从来没想过 我会做出那种下流的动作 她越说越害羞 哪里还生气 我难以置信地盯着她 牙关紧咬 你为什么要这样 我的声音嘶哑发颤 顾炎哼了一声 喜欢呗 这就是我一直渴望的爱情 陆峰让我心跳加速 面红耳赤 我压根不在乎 她有多扎多坏 顾炎停顿了一下 嘴角微扬 甚至可以说 我就喜欢她的扎和坏 我猜不要什么暖男呢 梅静儿 她口中的暖男是我 我将在当场 眉眼低垂 手指发抖 一种彻骨的难过 席卷了我的全身 好了 就这样吧 以后别烦我了 不然我永远都不会理你了 顾炎警告我 接着回味着烟味 兴奋离去 我目送她离去 浑浑噩噩地回到了寝室 最后红着眼眶 用尽全力压住心脏 将那丝丝酸涩碾碎 后半夜我做了个梦 梦见我在篮球场打球 我飞扬跋扈 不可一世 顾炎在为我喝彩 我又梦见自己抽烟喝酒 还在胳膊上纹了一条青龙 将头发也染成了黄色 顾炎更爱我了 她说 我终于能让她心跳加速了 可我漠然惊醒 用力摇头 将那些梦境甩出脑海 我可以迷茫 但不能放弃自我 我不是陆锋 我也不想成为陆锋 我有自己的道路要走 天亮之后 我洗了个冷水澡 赶去早都 顾炎又迟到了 因为她去给陆锋送早餐了 看着陆锋吃完才回教室 我不愿理她 埋头苦读 为即将到来的高考做准备 顾炎见我不烦她 很是满意 掏出手机发信息 还用书本挡在我们的课桌之间 一是防止我偷看 二是防止被老师发现 我无心偷看 在越来越炙热的盛夏中 朝着梦想的学府一步步迈进 距离高考还有28天的时候 顾炎被打了 她回到教室的时候 一边脸红肿不堪 头发凌乱 泪眼婆娑 我没说话 她吸着鼻子开口 一穿 我好痛 久违的话语 让我手中的笔停了下来 我记得从小到大 顾炎都喜欢找我诉苦 她的玩具被人抢了 她就哭着找我 让我去抢回来 她的辣条被人吃了 她也哭着找我 让我去抢别人的雪糕 她被爸妈打了 会蹲在我旁边流泪 说好痛 或许是18年来 我习惯倾听她的倾诉了 所以我的心脏 也习惯性的紧了一下 果然 恶习是最难改的 我没看她 只说了一声 陆峰打我了 她今天球赛输了 有别的女孩给她送水 我问了一句 她突然发火 伤了我一巴掌 好多人都笑我 顾炎楚楚可怜 泪水落在书本上 那你离开她呗 快高考了 你爸妈盼着你上个好大学 我翻看着书本 随口回应 顾炎默不作声 我又指了指黑板 上面的距离高考 还有28天仿佛一座大山 压在每个人头上 顾炎看了一眼 终于点了点头 好 学习 不想李陆峰了 我要跟你一起考大学 这句话让我的心脏松了松 嘴角有了一丝笑意 我终究还是盼着顾炎好的 这是爱了她十多年的恶习 我轻笑着 专注于一道数学题 静若望我境界 等 终于做出来了 校室里没剩几个人了 天色也暗了 顾炎早已不知所终 我舒畅地呼了口气 擦擦头上的汗 往厕所走去 一道题 憋了我足足两个小时 厕所里空无一人 我进去后 却听见最里面的隔间里 又震惊的女生如梦一般悄然传来 陆峰 你太坏了 非要来这里 我还没原谅你呢 宝宝别生气了 我今天输了球太难过了才打你的 我给你道歉了 来轻轻 哎呀 我浑身发凉 四肢僵硬 一瞬间的震惊带来了无尽的迷茫和悲凉 她将我最后的心理防线撕碎 也将我多年来的温柔和体贴 踩在了肮脏的泥土里 狠狠地踩 狠狠地碾 我往后退去 极度的难受让我干呕了两声 鼻腔里的酸涩搅动了眼眶里的哭出 很难过 又很难说 陆峰的声音再次传来 宝贝怎么软绵绵了 还想轻轻吗 要说点刺激的话哦 不要 太丢人了 顾炎口不从心 生如文锐 快说 就说周一川 他是不是喜欢你啊 他是不是很温柔体贴啊 大暖男哦 你怎么不爱他呀 陆峰的声音充满了嘲讽 顾炎没打 陆峰掐他脖子 回答我 不然掐死你 顾炎喘着粗气 羞耻又亢奋 我只爱你 我宁愿被你这个渣男玩烂了 也不愿当周一川那个暖男的宝贝 哈哈 会说 真刺激 陆峰得意洋洋 年级第一大学霸的老婆被我抢了 真他妈爽 顾炎再度羞愤 我不是他老婆了 你是他老婆才刺激 快说 你是他老婆 我要亲学霸的老婆 陆峰逼迫 还用力抽了顾炎一巴掌 顾炎羞骂 好好好 我是周一川的老婆 哈哈 我麻木地走出厕所 一张嘴 血流了出来 那是牙齿咬破嘴唇造成的 我站在走廊上 死死地盯着教学楼前的牧民树 牧民花开的时候 红须如血 是我和顾炎最喜欢的风景 他曾经指着牧民树说 周一川 这花比你多浪漫 你就是一世无常的温柔哈哈 不过我要是一辈子都找不到喜欢的人 那只能嫁给你了 你是对牧民树发誓吗 我还挺期待地问他 他点头 对啊 发誓 没办法 可能我这辈子只能嫁给你了吧 他的话总是没心没肺 却不知我积在了心脏的每一个细胞里 我转身 如恶狼般盯着厕所 盯着那黄昏下逐渐暗沉的入口 那像一个深渊 恶心的深渊 男人的成长 果然是在一瞬间的 爱这种恶习 也会在一瞬间改掉 哪怕爱了十几年 我用力深呼吸 又缓缓吐出来 嘴唇的血已经止住了 眼中的酸楚也驱逐了 我只是看着那个恶心的深渊 终于 陆锋和顾炎从深渊中携手走出 两人面色潮红 心满意足 见到我 两人吓了一跳 顾炎一将 瞳孔缩了缩 不自觉后退了两步 陆锋有点尴尬 但马上就转变为无所谓和得意 他朝我大咧咧一笑 带着顾炎就走 顾炎一步一驱 不安地看我 四目相对间 我眼中只有厌恶和憎恨 他似乎看出了 步伐慢了 满脸纠结和迟疑 但他无法对我说任何话了 因为陆锋很强势地拽他下楼 拽到楼梯间 顾炎卑微恳求 等一下 我跟周一川说说话 说个屁 老子要抽烟 你去校外买 随便找个借口 保安会让你出去的 我向班主任申请掉了座位 我调到了离顾炎最远的位置 这样 我能更加安心地备站高考了 我夜已今日 马不停蹄 偶尔抬头喝水的时候 我能察觉到有人在看我 从原先座位投来的目光 带着不安和愧疚 但我无暇理会 纸条便投了过来 一川 对不起 我不是故意说那些话的 我跟陆锋开玩笑的 我将纸条揉成团 丢进了垃圾桶 并且告诫左右的同学 不要帮我传纸条了 我在深州竖起了一堵高墙 隔绝了曾经遥不可及的塔 终于 距离高考还有一天 剩下的序幕已然拉开 窗外的缠绵和被汗水浸透的校服 在青春年少的岁月里 抹下了厚重的一笔 这一笔 将决定很多人的命运 我在课本的空白处 重重地写下了北大两个字 而顾炎 应该还在写露峰 顾炎最后一次找我 是在高考前夜 他站在我家门口 身形拧在声控灯的昏黄中 我下晚自习回来 远远看见他孤零零站着 心里生起了一股厌恶 如果不是要回家 我不想过去 还不过去 顾炎主动朝我挥手 一川 你也回家了 我问了一声 他尴尬地笑了笑 一川 这些天我想了很多 我确实太过分了 在学校里 一直找不到机会跟你道歉 所以我来你家里找你 他观察着我的神色 我摇了摇头 不必了 早点睡觉吧 明天高考了 顾炎咬了咬嘴唇 苦恼道 你就不能原谅我吗 我们还能当朋友吗 不能 我很干脆 顾炎争了一下 有些诧异地看我 或许在他心中 只要他亲自来认错 我就会原谅他的 所以 他在二十多天的时间里 除了传过一张纸条外 从未主动找过我 他的所有心思 都花在了陆峰身上 只是今晚 他也回家了 所以临时起意来找我 正式道个歉 然后我原谅他 我们继续当青梅竹马 我依旧把他是做掌中宝 为他付出一切 可惜 不能了 你至于吗 我都亲自来道歉了 你能不能不要那么小气 顾炎恼了 秀眉紧促 带着几分怨气看我 他以前总是这样看我 只要惹他生气了 他就这般哼着 瞪着 让我哄他 我从来都会低头让步 这次 我抬起了头 我就是这么小气 顾炎咬牙 真正怒了 陆锋果然没说错 你们这些 只会读书的书呆子 气量都是那么小的 他肆意指责我 十八年了 你还是不像个真正的男人 你像个怨妇 生气都能生那么久 他越说越气 恼怒于我的不退让 你看看人家陆锋 生气从来不过夜 他多大肚多潇洒 你呢 娘们巴基的 烦死人了 这是他的心里话 十八年来的心里话 我自嘲地笑了起来 我这样娘们巴基的人 是配不上顾炎的 他自私自利 娇蛮放纵 我祝你跟陆锋早生贵子 我平和笑着 波澜不惊 顾言无语 甩手就走 走两步又回头 我们当然会早生贵子 因为今晚我要去小旅馆 陪陆锋睡觉哦 明天的高考 我一点不在乎 他语气中充斥着一种 报复的快感 他在等我惊慌失措 等我求他不要去旅馆 等我求他认真对待高考 他一直知道怎么拿捏我 我突然想起 他曾经跟我约定过 要一起考大学的 只是 他早已忘了 而我也不愿铭记了 我心如铁石 随便 一月天明的时候 我早早出发去考场 顾言的爸妈却拦住了我 不安地询问 一穿 见到顾言了吗 我们才发现他不在房间 我顿了顿 知道顾言昨晚 真的去小旅馆陪陆锋了 他放弃了最重要的高考 为了一个渣男 他自毁人生 我很平静 摇摇头说不知道 然后继续去考场 从这一刻起 人与人的命运便截然不同了 我会见之北大 英机长空 将自己年少的梦 装饰在人生的皇冠上 而顾言 谁知道呢 谁在乎呢 高考结束后 我长出了一口气 这次发挥太完美了 我有如文举心加深 下必有神 我有把握考上北大 成为我们学校五年来 第二个考上北大的学生 父母十分高兴 听我说有把握上北大 笑得合不拢嘴 他们当即买了好酒好菜 一家人欢声笑语 我妈比较八卦 还开始吃我的情感问题 上了大学就可以谈恋爱了 你跟顾言要是在一起 我妈说一半就被我爸戳停了 别提顾言了 我听他爸妈说 他学坏了 整天跟小流氓在一起 气死个人 估计考不上好大学的 我爸听到了一些风声 我妈吃了一惊 不是吧 顾言那么乖的孩子 竟然学坏了 话音一落 顾言的爸妈就急匆匆来了 他们进来就问 一川 见到顾言了吗 他离家出走了 我摇头 我爸妈忙问怎么回事 顾妈抹眼泪 顾言高考前一晚上 竟然跟小流氓去开房 导致第二天高考没状态 他说反正本科都考不上了 让我们别期待 顾爸接话 我气死了 打了他 他一怒之下不吃不喝 把自己锁在了屋里 我们刚才叫他吃饭 才发现他不见了 我爸妈听得一脸震惊 谁也没想到 当初那个跟在我身边 可可爱爱的小女生 竟会堕落至此 这可怎么办 造孽 我的女儿怎么变成了这样 顾妈大哭了起来 顾爸咬紧牙关 转身去找人了 三天后 我才听说顾言去了哪里 他跟陆峰去省城打暑假工了 说是打暑假工 实际上就是吃喝玩乐 没钱了还让爸妈转钱过去 否则他不回家 他爸妈妥协了 好说歹说 终于在六月底 劝他回来了一趟 毕竟出成绩了 他总归是要看看的 我如愿以偿 考上了北大 还是试状元 震动了全市 爸妈笑歪了嘴 当即拿出三万积蓄 在酒楼里摆了三十桌 宴请四方宾客 我在宴席上 看见了顾言 他坐在角落 捧着手机刷个不停 嘴角翘着笑 显然 他还在跟陆风热恋 顾妈看见我 连忙扯了顾言一下 小言 一穿过来了 顾言抬起头 跟我四目相对 我平静地点了点头 他撇了一下嘴 随口道 恭喜你了 读书读出名堂来了 顾妈急得抽顾言 你什么态度 一穿考上了北大 你呢 一个破大专 你拽什么拽 北大了不起吗 我就不喜欢死读书的人 老实无趣 顾言故意说得很大声 他对我依旧有气 因为我不可原谅他 这倒是好笑 仿佛是我错了一半 升学院结束后 我提前北上了 我迫不及待 想跨入全国最高的学府 哪怕距离开学 还有一个多月 我家里不算富裕 不过由于我考上了北大 学校给了奖励 市里还有个房地产商 也奖励了十万块和一套房 所以 我现在是同龄人中的有钱人 我先在北大附近 租了间房子住下 满足自己触碰最高学府的愿望 还别说 真开心 开学后 我更开心了 军训的汗水 先将我的稚嫩洗刷 在这个全国尖字声云集的学府 我竟保持住了自己的位置 没有被挤到边缘去 一路稳扎稳打 水到渠成 我成了声名确起的骄子 我在各大研讨会上侃侃而谈 我是导师眼中的得意门生 我也吸引了一些优秀的女生 她们富有才情 高瞻远瞩 言行举止中透着积极向上的涵养 我第一次发现 顾言是多么的可笑 我总是在想 年少的我到底有多傻 才会为顾言痛哭流涕呢 读言期间 我收获了一份爱情 对方叫秦秦月 是我们省城的土著 还是当年的省状元 而我是诗状元 我们其实早已知道对方 在学校里也见过几面 我钟情于她的知性 她钟情于我的儒雅 只是我们都没有开口 毕竟 真正的爱不是那么轻易 就能说出口的 直到读言 我们分到了同一个导师 时常在一起走动 才终于牵手 她1米65的身高 皮肤白里透红 笑起来有个酒窝 我总喜欢戳她的酒窝 她每次都称我 但每次都笑得很开心 我跟秦月如交四期 不过我们两人 都有远大理想 于是趁着空闲时间 开始了大学生自主创业 秦月一番分析后 觉得跨境电商有前途 加上她家有亲戚 干这一行的 可以带一带我们 我们便干起了跨境电商 一干就是两年 或许是我们脑子比较好使 短短两年就留有小城 年入近百万 我特意跟导师分享了喜悦 她也一邪 一般般 你有好几个学长 早就年入百万了 北大生可不能止步于此 这话给我打了鸡血 我跟秦月是要闯出一片天来 研究生毕业后 我们年入两百万 秦月决定继续读博 她的想法很简单 要留一条后路 生意上基本稳定了 你一个人可以处理 我读博士 将来考公务员 这样我们家庭怎么都不会垮了 我斜眼 我看你就是想当官 当官轻松 她嘻嘻笑 当官好了 以后我们官商勾结 阿呸 我招商引资 你安心投资 这叫互补 这妮子 我们就这么安排好了 我离开的校园 一头扎进了商界 秦月朝着更高的学术境界 继续攀登 在此期间 我们有了爱情结晶 这让我有点猝不及防 我问秦月 生还是不生 她捂着肚子瞪我 你什么意思啊 还想打掉啊 打掉你都不能打掉我的娃 她要留下这个娃 这在博士生群体中并非异类 卢博生娃是可以同时进行的 我抱住她不说话 只是坚定点头 这娃 生 我26岁的时候 娃生了 此时我的公司也正式成立 以前都是工作室 并不正式 公司的人称呼我儿子为小霸总 我是大霸总 秦月给儿子取名周百军 百代表百数 坚毅挺拔 沉稳内远 君代表千千君子 温润如玉 我问秦月为什么取这个名字 她理所当然道 随你啊 两个字都随你 你是百数 是君子 我争了争 脑海里又想起了早已模糊的某人 我便打去 你知道吗 有人觉得百数和君子南门巴基的 老实无趣 一点不拽 啊 谁这么傻 秦月无法理解 我到了这个层级 也无法理解 或许只有顾言能理解吧 人就这样 你气质如糟糠的东西 可能他人会是之为珍宝 百军两岁的时候 我在北京的公司彻底稳定了下来 年入三千多万 我爸妈岁数大了 天天催我带孙子回家 其实我这些年回去过 但每次都是来去匆匆 更没有带百军回过家 我跟秦月商量 准备带百军回老家看看 有机会的话投资一下家乡建设 秦月没有意见 还问我要不要带他回去 你要是忙就不用回去 等读完博士了 咱们回老家办酒席 风风光光的 我跟秦月早已领证 但一直没办酒席 他点头 行 那你先回去吧 替我向爸妈问好 我带着百军回了老家 老家这几年在大岛城市建设 变化很大 一些区域我都认不出了 回到家里 爸妈高兴坏了 挨个抱着百军亲 连饭都顾不得做了 百军小小年纪 模样端正大方 性格也很平和 像我 这小家伙真俊啊 看他这气质 将来一定有出息 我爸夸奖连连 那时那时 一穿都这么有出息 他儿子能不出息吗 我妈骄傲得很 吃饭的时候 小家伙安安静静吃着 时不时打量爷爷奶奶 惹人喜爱 我妈说着说着 提到了邻居 哎 他们老惨了 本来就穷 又被顾炎一番折腾 哎 我妈感慨万千 我不在意的笑笑 顾炎又怎么了 你去北京没多久 顾炎就无证驾驶摩托车 撞残了一个老头 赔了三十万才没坐牢 他家一下子就垮了 我爸解释 听说摩托车 是一个小流氓的 就他那个男朋友 恶心死人 他们一直没有分开 起初是不肯分开 现在估计是烂在一起了 两个懒人 我听得挑眉 这么多年了 顾炎竟然还没跟陆峰分开 他真的好爱渣男 我哭死 他们现在在做什么 我好奇 还能做什么 顾炎岁数大了 可算是懂点事了 开始摆摊赚钱了 不然要饿死 那混混酌酒烂毒 全靠他养着 具体我们也不了解 懒得了解 爸妈都不太想提 说得晦气 我自然也不想听了 听得晦气 一日 市里的几位领导 突然来拜访我 我心里了然 我作为纳税人 资料都在税务局的 本市的领导 岂能不知道 我在北京发了财 我年若几千万 存款也不少 实力雄厚 还是当年的事状元 多算是跌满了 我是家乡必须拉拢的 金牌投资人 果然 领导们希望我返乡投资 可以给我最优惠的贷款 和最好的DP 我也有此意 双方一拍即合 敲顶了三千万的投资生意 这正好是我一年的收入 清月很支持我 还派人将我的麦巴赫 从北京运了过来 你既然要在家乡投资 不能天天走路吧 配个司机开车 有没有 我便又坐上了熟悉的麦巴赫 司机则是从本地人中 挑选出来的 一天空闲的时候 我想去小时候 常去的老街逛逛 就让司机开车载我去 到了那里一看 人流量大的离谱 周总 这井港湾 是我们市里最大的网红街 除了那些商铺 还有密密麻麻的摊档 老堵车了 司机抱怨堵车 我并不介意堵车 正好可以呼吸一下 久违的视景气息 我特意开了窗 用相机拍摄起了照片 这是我的业余爱好 起源于清月的吐槽 他说我拍照技术太抽象了 把他拍得跟放高的话似的 我就苦学拍照技术 闲暇时候当个摄影师 我这会儿想着拍点老家的画面 传给清月看看 才拍两张 一个穿着灰衣 披着乱发的女人 突然举着花靠近 大声吆喝 老板 买花吗 送老婆啊 他声音嘶哑刺耳 像是被风吹雨打后 捏了的茄子 我手指一顿 皱眉看他 他热情无比 使劲而把玫瑰花往车里伸 老板老板 买花送老婆啊 特别好的 司机为了安全起见 只能停车 立声呵斥 一边去 谁买你的花 女人谄媚的笑 买一捧吧 很好的 我依旧看着他 看着那辣黄的脸 看着那眼角的瘀青 看着那脖梗上的掐痕 顾炎 你变得好丑 我放下了相机 平静地靠着舒适的座椅 静静地注视着卖花的女人 司机下车赶他 你瞎了狗眼吗 知道车里是谁吗 给我滚开 老板别生气 我的花很好的 顾炎低声下气 一直在产笑 司机怒火攻心 一把将顾炎手里的花 打落在地 鲜艳的玫瑰花 一半半散开来 周总想买花的人吗 你滚不滚 什么玩意儿啊 司机杀气腾腾 顾炎终于怕了 连连道歉 又赶忙蹲下剪花 狼狈不堪 附近的人全都指指点点 有人骂司机 有钱了不起啊 狗障人士 司机还要骂回去 我叹了口气 开门下车 可不能闹大了 上了新闻就不好了 小李 上车坐着 我瞪了司机一眼 他立刻不嚣张了 竟为递上车 我看着在脚边剪花的顾炎 蹲下来帮他一起剪 围观的群众 终于不义分填膺了 好奇地打烂我 过言受宠若惊 手都在抖 谢谢老板 谢谢老板 他偷偷抬头 近距离看我 刚才我在车里 他在车外 又捧着大捧玫瑰 只顾着往里面塞花 压根没有仔细看我 现在 他仔仔细细地看了 我们距离不过十厘米 一瞬间 他如遭雷击 浑身僵硬 手中才捡起的花 再次散落 我跟他仿佛隔着多年的时光 四目相对 像是许多年前 他在午后醒来 一边擦流在客桌上的口水 一边娇气地瞪我 周一川 你也不帮我掀掀 我睡得脖子都痛了 又像是周末 我们一起去玩 他在过山车上 突然盯着我 周一川 我好像尿裤子了 更像是 他抱怨我温柔 无趣时的怒目而逝 你太无聊了 我什么时候 才能遇到酷酷的 拽拽的坏男孩啊 我们对视过太多次了 可没有一次是因为爱情 不过也挺好 我有了更好的爱情 我温和地笑了笑 你的花拳撒了 我都买了吧 顾炎这才回过神来 眼眶树然变得通红 他正正地盯着我 盯着我的脸 盯着我的衣服 盯着我的头发 最后他低下头 整个脊背都在颤抖 痘大的泪水 无声地落在地上 他喉咙如动 发出了含糊不清的声音 似乎想说什么 可不等他说什么 一个吐着酒气的 邋遢壮汗冲了过来 一脚踹在顾炎的身上 顾炎痛叫一声 摔了个满嘴泥 牙齿都磕掉了 你个死婆娘 怎么卖花的 全掉地上了 废物 贱货 壮汉破口大骂 又给了顾炎一脚 我这才认出 这个壮汉是陆锋 他胖了不少 有了肚难 原本英俊的面庞上 满是沧桑和暴力 他像电视剧里的 黑社会人士 那种赌输了 会凯人的狠人 但我并不怕他 我觉得他很可笑 我站了起来 静静地注视着他 陆锋狐疑地打亮我两眼 猛地认出 是你 周什么川 周一川 我告诉他自己的名字 他静意不定 盯着我的百达斐力万表看 又偷瞄旁边的麦巴赫S680 不自觉咽了咽口水 这时司机怕我有危险 赶忙下来了 请我上车 他来处理 他可不怕社会人士 陆锋却忽地 换上一副调媚的表情 主动跟我握手 周哥 好久不见了 您都成大老板了 太牛逼了 这是麦巴赫吧 了不起 了不起 陆锋的手心全是臭汗 他或许三天没洗澡了 我抽回了手 依旧平和 陆锋 别来无恙 我自认没有杀气 但陆锋被我的话语 和过于平静的眼神 下意激励 他心虚 毕竟当年在厕所 他拿我取乐 肆意羞辱 周哥 我错了 当初我大错特错 我真该死啊 我都是被这个贱女人迷惑了 他娘的 太贱了他 陆锋赶忙道歉 还踢了一脚顾炎 顾炎倒在地上 似乎没了力气 他很压抑地哭着 双手捂着脸不敢试人 我扫了他一眼 又朝陆锋笑笑 没事 我就路过而已 你的花被我司机弄坏了 我赔 不用不用 陆锋点头哈腰 卑微到了极点 我转身上车 随口对司机道 小李 给他五百块 司机不情不愿地给了五百块 陆锋拿着钱 脸色一阵尴尬 但马上又喜笑颜开 毕竟有钱赌了 谢谢周总 太谢谢了 有空常来啊 在陆锋的恭维声和顾炎的哭声中 麦巴赫优雅使逸 我的心情已久平静 只是不想拍照啊 我感觉自己像的大侠 红尘往事 静在不言中 晚上 我考察了心机地后 返回了家中 家里十分热闹 我看见了两个久违的面孔 顾爸和顾妈 两人提来了大堆小堆的礼物 正吹我爸妈的彩虹品 我爸妈抱着白军 有一搭没一搭地回应着 见我回来了 顾爸顾妈立刻起身问好 甚至弯腰鞠躬 说阿姨这是干什么 顾妈的眼泪说来就来 一川 顾炎突然回家了 他说见到你了 我恍然大悟 原来是顾炎通风报信了 我不语 去报白军 顾爸斟酌开口 一川 你也看见了 顾炎那个样子 他后悔死了 他甚至想死了算了 我还是不说话 我妈撇嘴 我说老邻居 你们有话就直说吧 我儿子很忙的 是领导给他滑地皮开公司呢 顾妈赶忙说正题 一川 我女儿虽然嫁给了陆锋 但没有孩子 他也不爱陆锋了 我们之前对顾炎太失望了 所以跟顾炎断绝了关系 他没办法 只能依靠陆锋 顾爸补充 但陆锋太坏了 他娶了顾炎 逼他赚钱交房租伙食费 不然就又打又骂 顾炎都麻木了 每天生不如死 连逃都不会逃了 他今天见到了你 才突然有了勇气逃回来的 说他错了 俩老都眼眶通红 多少有些心疼自己女儿 所以呢 我抬了一下头 二老对视一眼 起身哀求 逆川 你去见见顾炎好吗 他现在只能靠你走出泥潭了 这话的言外之意是 让我拯救顾炎 顾炎的身体废了 心力也废了 只有我能让他重活一次 他说想见我 我到了杯茶喝 对 他回来后不吃不喝 就是发呆 问他怎么了他就哭 最后才说想见见你 顾妈走进了两步 我们来的时候 他主动去洗澡了 要收拾干净自己 他真的很想见见你 不见 顾爸顾妈抹着泪离开了 清月打蓝了视频 说准备给我一个惊喜 我为什么惊喜 太娇俏的昂起脸 不告诉你 你等着吧 我便等着了 在此期间 我租了一层写字楼 就在我投资的地皮附近 这块地皮位于城南新区 可以打造成一个商业街区 后续的费用 我可以跟市里低息贷款 所以 我还得在附近租个写字楼 挡成大本营 招兵买马 由于写字楼 原本就是一个商业办公室 我不需要费多少劲 就改造好了 至于其余证件 执照 市里全给我办好了 我在老家也就有了家公司 员工人数暂时只有12人 我平时在办公室坐着 规划着公司的发展和运营 同时远程遥控北京公司的营业 这样本也舒服 结果不知道怎么的 我回来开公司的消息传开了 一群高中同学结伴来造访 他们来了我的办公室 热情地称呼我为老总 邀请我去参加同学聚会 我的目光穿过他们 落在了人群后面的一个白群女人身上 顾眼 她扎起了高马尾 一袭白群整洁干净 脸上涂了很厚的粉 遮住了岁月带来的风霜 如果不仔细看 她依旧有点姿色 周总 顾眼让我们来的 她说大家很久没聚了 一起搞个同学聚会玩玩 有人解释 倒倒目光看向顾眼 顾眼紧张地发抖 好不容易才昂起头 想灿烂地笑 结果笑得很僵硬 但她终究是笑出来了 周一川 我 我们聚会 你也去吧 她这么说着 不自觉地聊了聊头发 露出了耳后的淤青 又忙挡住 我注视着她 注视着这个我曾爱了18年的女孩 她像一朵枯萎的木棉 早已失去了往日的光彩 她试图在寒冬腊月里重新绽放 吸引曾经迷恋过她的蜜蜂 可是 这朵木棉 早已被苍蝇腐蚀了 我起身 让秘书招呼大火 然后朝顾眼招了招手 我示意她跟我去无人的地方聊聊 她喜出望外 像得得了糖果的孩子 乖巧地跟着我离开了办公室 我们走到了楼梯间 她又紧张起来 脸蛋红扑扑地 一眨不眨地看着我 我不愿多看她 只是冷静开口 我已经跟你爸妈说明白了 我不想见你 你以后离开陆峰 好好生活就是了 没必要再来找我 顾眼浑身一僵 红润的脸蛋立刻变得惨白 她后退了一步 脊背靠着墙壁 干呕了起来 我明白她为什么干呕 许多年前 我在厕所外面也曾干呕 那是心痛到了极致的生理反应 所以我并不安慰顾眼 她几乎崩溃 抱着膝盖蹲下 口中哀求 一穿 不要这样对我 我受不了的 对不起 求救你了 我背对她站着 看着窗外的天空 天空很蓝 像北大的天空 像清月曾经指着的天空 我们在天空下欢笑 想到清月 我嘴角有了笑容 于是我给顾眼最后一点照顾 你爸妈很苦 我可以帮他们安排工作 至于别的 无能为力 那我呢 我怎么办 顾眼抬着头 泪眼婆娑 我什么都没有了 我没学历没本事 我残花败了 我怎么办 一川 我怎么办啊 人只要想活 总能活的 不 你知道我想要什么 一川 你回到我身边好不好 我跟陆峰离婚 我只想当你的女人 顾眼情绪激动起来 她甚至扑过来抱住我 一川 我们从头开始好吗 我知道你有妻子 有孩子了 我无所谓的 我可以当你情人 当小三 都可以的 我用力推开她 心生厌恶 顾眼 请你自重 她一抹眼泪 竟意把将裙带扯开 洁白的裙子立刻滑落 露出大片肌肤来 依旧白皙 只是上面密补欲青和伤痕 一川 你根本不是什么无趣的老实人 那么多女生喜欢你 我竟然看不起你 我大错特错 我跟你认错了 你看我的身体 还是有点姿色的 你要了我好不好 我给你 现在就给你好不好 她欲无伦次 只顾着解裙子 我却想起了她在小旅馆 跟陆峰云雨的事 一阵恶心上头 我转身离开 迎面而来 一道苗头的倩影 跟我打了个照面 我愣住了 因为来人是我的妻子 她笑盈盈的 同样穿着一袭白裙 头发知性地盘着 整个人散发着典雅高贵的气质 清月 你怎么来了 我又惊又喜 清月玩耳 不是说给你惊喜吗 我回来跟你办婚宴 让大家都知道 我嫁给你了 她有点小得意 目光落在了我身后的顾炎身上 有些诧异 顾炎将在原地 正正地凝视着清月 清月是天上月 顾炎是地上草 一个美丽优雅 一个丑态百出 清月什么都还没说 顾炎已经不敢指示她了 浑浑噩噩坐倒在地 无声落泪 痛苦干呕 我跟清月终于举办了婚礼 市里领导都来捧场了 现场热闹非凡 一年后 我投资的商业街 也不如了正轨 成了城南片区 首屈一指的繁华街市 北京的跨境电商公司 更是迎来了大爆发 订单不停 最高峰时 一季度就能赚一千万 看来成为亿万富翁 只日可待 与此同时 顾炎的消息久违的传来 她点燃了煤气 在暴烈的火花中 跟陆峰同归于尽了 我妈说 顾炎其实已经好起来了 毕竟我给她爸妈安排了工作 她老是本分的 留在爸妈身边 啃老就行了 但她时常发颠 痛哭流涕 不明所以 后来陆峰又来找她 求她回去 她既然真的回去了 把她爸妈气了个半死 决定再也不理她了 陆峰便肆无忌惮 把顾炎当奴隶一样使唤折磨 结果一个深夜 顾炎点燃了煤气 跟陆峰同归于尽了 似乎她回去 就是为了同归于尽 顾炎爸妈哭得死去活来 发现了顾炎给我留的遗书 转交给了我 我摊开遗书 上面密密麻麻写满了字 一川 你妻子真漂亮 跟你很般配 你们一定会幸福的 我总是在想 如果当年 我能跟你一起考上大学 我的结局会不会不一样呢 我在梦里嫁给你了 真的 恨我年少不懂事 回首来看 你才是唯一 如果有来世 我一定不会离开你 我好想再看你温柔地对我笑啊 遗书内容很杂 而且很多字都是错误的 我看完后 站在落地窗前 静静地仰望春日的天空 这个季节 学校里的木棉花应该要开了吧 它还会如往年那般璀璨盛大吗 身后 妻子走了过来 将下巴贴在我肩膀上 想什么呢 想母笑的木棉花了 真的很漂亮 我笑 那就去看呗 走 带着百军一起去 妻子理所应当 我一昨梦也是 有什么好想的呢 花开花落 似水流年 凋谢的花早已腐烂破败 盛开的花依旧灿烂鲜艳